毕竟胃移走了之后 这些天都是我们一直在带 然后呢 也是没有什么思路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宝宝到底怎么带呀 也是在这个纠结 带宝宝这个方法 孩子白天哭闹 首先家长应该寻找到 孩子是否对家里人的一种需求 或情感上一种需求 那我们可以试图喂奶 如果喂奶孩子不吃 还有哭闹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去咨询一些 比较有经验的人 是不是孩子在这时候 是穿得多了 还穿得少了 其实孩子对月嫂 有一种依赖是很正常的 现在太多家庭 整个情况都推给了月嫂 这是极为不对的地方 因为孩子是家长的孩子 首先父母 特别是母亲 应该了解孩子的情况 跟孩子有一个相当多的 或相当多的机会的去交流 所以所有的家长 都得要跟月嫂共同的来养育 月嫂应该支持家长 帮助家长 而不是主导家长 老婆的吃喝拉上去 都有规律 都有时间限制的 三个小时一味奶 两餐之间喝水 然后尿尿了 就是十五分钟 一会尿 然后大便 现在小宝宝就要可能 一满月的小孩 就要攒肚子了 有的孩子两天一遍 面一试 有的孩子一天一遍 看孩子胃肠这一块 是什么样的 到点了 一定要能睡觉 妈妈 你听懂了吗 学会了吗 也不拿个小本记下来 好 好